中國現在13億人民 他們對於所謂美好生活 是有很多日益增長的需要和嚮往 但是對於美好生活之外的 特別是認為民主和自由 更多的自由 也有很多的日益增長的需要 但是這一點並沒有反映進來 換句話說 現在中國的民眾越來越多的人 特別是中產階級 也不僅滿足於生活 不僅滿足於美好 而更希望更多的自由 而且特別是對 比如說哪怕是農民 對於土地的生產城堡責任制 他們都希望馬上進行 私有制的一個財產權的確認 那麼很多民營企業家 他們也是渴望 馬上得到一個私有產權的一個保證 那麼這都是對美好生活 真正的一個之外的 在這次報告文本之外的一些追求 但是很難反映到 黨的目前的一個報告當中 更何況我們看 這次報告一大重點是對於生態的強調 對於發展均衡的強調 那這些都是一個顯然是一個 後工業社會的一個任務 那麼在後工業社會 其實已經超出了現代化的一些任務之外 它需要更多的民眾的參與才可能來實現 但是民眾的參與 也就是民主在這個報告當中 以及在如何應對和解決當中 我們也沒有看到 所以實際上這是這個報告 這個綱領的一個很大的悖論 我們不是要有把東西的 來實力 但是有一個人的